今天Tower Master的单元呢 我们访问到的是服装设计师 康家伟先生 家伟你好 你好 首先先请我们的康设计师 来介绍一下你的品牌名称 Beatle Buck Beatle Buck就是有两个英文单词 结合在一起 就是Beatle跟Buck 那Beatle就是比较 在我的品牌风格里面 比较轻松 比较幽默 比较多欢乐的感觉 那Beatle是在我品牌里面 比较强调手工 比较经典的感觉 我希望在我的品牌里面 在看似很休闲 随意的outlook之下 就是里面充满了很多手工的 细节跟很严谨的制作细节 而且要恭喜你 现在除了女装的部分 其实又加上了男装的元素 所以今年在2015春夏 我们就看到 我们访问的这个后方 就看到你这么多最新一季的组织 是不是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一季的从2015春夏 我把我之前以往所有的风格 然后做个整合 然后重新定位一些细节 跟风格走向 我会把我的很多系列定名字 然后比如说有一个叫做Portrait 就是人肖像 人物肖像 所以里面每一件衣服都有它的名字 比如说有Anne 有Alan 有Hedy 有Anne 有Alan 所以有男性有女生吗 就是我希望这件衣服是比较中性的 所以我的Portrait的路线里面 名字几乎都是比较偏中性 或者是比较像 所以意思就是没有Stephanie就对了 有Stephan 没有Stephanie 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偏中性的名字 那是另外一种自在嘛 对 那也有旅行的路线 那路线叫Get Lost 因为以前才会迷路嘛 就是说我希望这个品牌是幽默的 但是很严肃地去做一些很专通 很手工的东西 是 其实我也很替你开心 因为其实家伟是我的学弟 你从很年轻的时候 开始就获奖无数 而且你得到的奖项 包括了像时装设计竞赛 还有像亚装时装设计大赛 等多项国内外知名设计的大奖 在2010年的IAF的国际成衣联盟 世界年会 季服装设计师大奖中 你得到了 最好的方法 工作用纸的这样的一个殊荣 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 你终于 对不起 照顾我们这些 在市场上想要穿你的衣服 然后又能够知道你的很多元素 怎么样能够发挥最好的一些过程 这季是从我自己做出发 我的观点 但是随着你年纪的增长 当然如果消费者也有告诉我 他们其实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从2015年开始 我就做一个诚心的整合 是 然后市场跟我自己的观点 做一个平衡 然后在款式上更多元化 不像之前只有背心 可能我今年有很多的洋装 单品类的东西 当然那个是一个创作的过程 是 然后我从背心的细节里面 也研发出很多跟男装有关的细节 所以从这个方面里面 我又把它延伸到女装的细节上面 所以做个连结 我觉得你对面料真的很考虑 怪不得会得到 Fairbook方面的打赞 因为我不是一个很会玩 Cutting的人 OK 但是我喜欢用 因为面料本身就有故事 那这个面料会说故事 然后也许面料很女性的话 然后我用中心的款式去做Balance 然后达到我要的一个结果 在创立品牌的过程当中 现在你跟初一十五 也有很多的合作 对不对 那我知道你跟陈一设计打样中心 是等于经济部工业局 他们特别成立的 这样的一个打样中心 你们跟他们也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 激荡出很多不同的火花 那在资源的运用上 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从这一季 从春夏开始 我有很多的制作跟蓝样 是在仿托会这边去执行 是 那这跟以往 我自己在外面找的freelancer 是有不同的合作方式这样 然后当然这边是很专业的部门 是 然后从大家都很有经验 然后我觉得这是很棒 然后刚才有提过 跟初一十五的合作 因为初一十五的 它的定位是 三十五岁到十十五岁的 轻松女 这个目标是以前我比较少去 接触的 所以自从这样的合作之后 我比较了解这样的女性们 她喜欢的是什么样的设计 也许她是因为她需要工作 但是她是希望有设计带入到 她工作场合需要的穿着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学问 那我尽量 当然这是跟她联名的款式 可是在我自己的品牌的那里面 我当然是比较强调中心的东西 但是我还是加上一些 这个年龄层会喜欢的一个风格 然后去做一个延伸这样的 有时候想一想像政府单位 像工业局 他们其实也是很希望能够在设计的领域 能够进一份心 但是我也很开心 就是现在的找出的这个方向 真的也可以帮助到设计师你们 对不对 对就是说因为以往我们的设计 我们是独立设计师嘛 所以我们的目标都是以往我们自己设定的目标 因为以往而言我们是单打不作 去面对所有的结果 对 而且因为设计师还要去面对 很多的财务啊 报表啊 透露业务 其实是大家真的是找到自己的位置 光接受访问就是一个压力 没有看 没有 因为设计师当然就是说 讲自己的东西很轻松 可是你去面对市场 是一件真的是 就像树叶有专攻 对 因为那畢竟就像去销售一件衣服 跟设计一件衣服 是两码为止的事情 夏威老师 你的努力呢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希望大家都能穿出属于康家伟的 悠闲城市style 谢谢你 谢谢你接受我的访问